大家好,我是小猪,我现在位于襄阳东站,准备从这边乘坐这个动车到武汉去 好多年没有坐过这个动车和火车了,非常的期待 这些人和我一样都是在找自己的这个车厢,我是酒车 刚工作人员给我讲,往这个方向来走 因为今天本来是准备坐那个慢车的 慢车的话从襄阳到武汉的话要四个小时 然后坐这个动车的话只需要一个小时零45分钟 特别的快啊,非常的期待 好多年没有坐过这个火车和动车了 好期待,好高兴啊 襄阳这边的话有两个火车站 一个是襄阳站,一个是襄阳东站 然后这个动车啊,高铁啊,都在这个襄阳东站这边啊 我本来是准备在那个襄阳站那边坐车的 刚刚存在武汉坐了公共车车到这边来啊 坐了公共车车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因为那边那个慢车,然后这个时间有点晚 所以说到过来到这边来乘车啊 朋友们看一下,和谐号啊,车已经来了 哇塞,这车太漂亮了 这个车,车身是白色了 刚刚那个车图啊,好漂亮 好漂亮,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 和谐号,非常快的一个车啊 现场在这边乘坐这个动车的人还挺多的啊 刚刚看了一下,这边是一个路过车啊 就是路过半路车不是一个时发站的啊 是个路过车在这边呢 准备上车了,朋友们 等一下进去看一下里面人多不多啊 我是这个11C啊 过道,朋友们看一下11C在过道这边啊 刚刚上了一下,这个里面坐的不是很满 应该到前面的话还会捡人的啊 车已经走了,朋友们看一下 这速度太快了,朋友们 哇塞,好快的速度啊 坐上去特别的舒服 因为今天坐在车里面人也不是很多 我一个人坐了三个位置啊 应该到前面的话应该会坐满到那个水州站啊 好像也要停的啊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速度很快啊 我现在已经下车了 到汉口这边一个小时45分钟 真的好快啊,一眨眼功夫都到这边了 哇塞,到汉口站这边人好多 看到没有,在这边乘车的啊 然后刚刚下车的啊 汉口这边应该是一个大站嘛 人真的是好多啊 哇塞,现场可以说人山人海的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还有好多人在这边乘车准备出发的 然后我们是刚刚下车的啊 真的是厉害了我的国啊 说实话,现在这个出行真的是太方便太快了啊 虾仰到武汉的话300多公里 也就是差不多两个小时不到 然后就坐这个动车就过来了 以前坐绿比车的话要四个多小时 有了四个万小时啊 今天坐的动车真的好快啊 哇塞,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到武汉这边人这么多啊 这些都是来武汉旅游的还是返程的啊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现场可以说人山人海啊 我的个天哪啊 真的是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啊 还没有过年吧 不可能说都是提前返程过年吧 应该没有还没有这么早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现状啊 真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啊 涌入武汉的 朋友可以看一下啊 刚刚下车的时候没感觉这么多人 这么一到这个出站口这边呢 感觉这么多人在这边啊 从这边下车的啊 哇塞,应该都是外地来武汉旅游的吧 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返程的啊 因为说实话还有两个月过年 也不可能说这么早回来过年呢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呢 因为朋友们知道的 欢迎在评论去过留言啊 好多人啊 真的是没有想到 万万没有想到啊 武汉这边有四个火站啊 武汉火站,武昌火站,武汉火站,武汉东火站 武汉火站那边是总和站啊 那边有绿比上曼车 武汉站的话是一个高铁站啊 所以说朋友们来这边旅游啊 到这边来这个出差 一定不要搞错了 这几个火站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啊 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啊 这边是不一样的啊